端午假期好啊 大家應該不知道我現在是在哪裡吧 不過這個端午假期實在是 今天應該是最好 天氣最好的最後一天 對不對 是因為 好像過幾天 然後天氣就會不好 然後今天是2017年 然後 有人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要跟大家講說 花都開好了 而且很驚奇 就是 原本我不知道說 這兩排樹是 到底是 有什麼用 不對 怎麼講 應該是行道樹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特色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這邊撞滿了阿伯樂耶 而且阿伯樂現在開滿了 超漂亮的 步道也非常非常的美喔 有沒有人知道這裡是哪裡 如果是南投市人一定知道 而且有沒有看到今天出遊的人潮非常多 就是 大家都是開車出去 開心出去玩的樣子 這邊超美的 現在花開了 如果你真的還沒有計畫 任何活動 建議你可以來這裡走走 這邊 只有一條 就是路 然後 就是非常的 怎麼講 人行道這邊 規劃的很好 然後 在 排水溝的旁邊 排水溝的旁邊 然後就有設計了 那個人行道 然後還有 種滿了阿伯樂開花的 超美的 天氣超熱的 不知道現在幾度 可是這邊的阿伯樂超美的 這邊就是 南投交流都一直往上走 然後 怎麼講呢 在南剛二路嗎 南剛路這一條 阿伯樂真的開得超漂亮的 每一塊都很像 就是黃色的珍珠 如果想 就是連假想 就是還沒有知道 要去哪裡的 快點來這裡看花吧 整排都是喔 好的 大家可能看阿伯樂 看到有點 有點膩了吧 不過真的 開得太漂亮了 忍不住 就是 剛剛那個 回家的時候 發現這條路 超美的喔 剛剛那邊有人停下來拍照 不要去打擾他們 好了 看沿著河堤 我覺得另外一側的那個 阿伯樂比較美 推薦給大家 好的 好了 已經懶得走下去了 那我們 就 直播到這邊囉 掰掰